Hello, 华音的朋友, 大家好! 揮一下手, 和我打个招呼吧! 大家安好吗? 最近, 疫情的数字似乎在高位, 由前几天由四千多单, 现在到三千多单, 希望疫情的数字慢慢降低。 但最重要的是, 再提醒大家一件事, 就要时时要警惕, 不要去多人的地方, 还有记住要戴口罩、勤洗手, 还要保持社交距离。 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出街, 虽然我们现在有居家令, 如果你一定要出街, 或者你要上班, 我们都比较警惕一些, 保持一个距离, 好吗? 最近看到新闻, 在疫情里面, 在印度看到很多人, 因为疫情的缘故, 而丧失生命, 令到我心里面很戳戳, 即是有一点, 觉得很惨。 在这个时间, 我又想起, 可能有些人, 他一直都留在家里, 我鼓励华欣的朋友, 如果你有些亲戚朋友, 你知道他是自己一个人住的, 留在家里的, 我鼓励你, 不如WhatsApp一下他, 打个电话, 跟他聊聊天, 让他有些安慰, 让他有些沟通, 让他有些沟通, 好吗? 落下的时候, 我都和大家唱过的, 平安。 作曲 李宗盛 祝你, 祝你, 你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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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站稳, 满石之处, 就算困锁, 你, 仍仍要着我, 我心, 藏着不死, 怕陷茫。 耶稣, 是我牧者, 永在我旁, 你将你干我安慰我。 主, 主, 智下平安, 不尝西阳所致, 我的心, 不尝西阳所致, 也不用担心。 主, 你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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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, 你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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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否还记得这首歌呢? 愿我们大家在主里面有心灵的平安, 也在外面有爱在的平安, 好吗? 好, 这个时间我们请吴牧师为我们分享信息。 各位幻英的朋友们大家好, 今天晚上我们有见面的时候, 我藉着诗篇17篇, 和大家和他诗上一个题目叫做《无辜的人》。 在今年的4月25号, 上个星期的时间, 《星都日报》曾经有一篇文章去看在, 在台湾有一只猫, 很无辜的, 被人用气枪射了两枪, 不过一枪中, 一枪不中。 当日这只猫在主人家里面, 就在露台晒太阳, 我想应该是相当很享受的事日, 不知为何附近有一个人, 恶意地射击这只猫, 第一枪打不中, 第二枪才打中猫的头部, 因为开枪时很响, 所以主人就走出去看看, 发觉猫受伤, 所以就报警, 也将猫送去医院, 而且报道指, 这只猫流出很多血, 这只猫真的很无辜, 但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, 或是有时在我们的经历里面, 我们遇到一些很无辜的事情, 不是我们的错, 不是我们的决定不好, 不是我们不对, 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无辜的人。 其实诗篇第十七篇, 都同样去讲同一件事情, 我们今天晚上看诗篇十七篇的一到五节, 圣经是这样记载, 耶稣说, 求你听闻公义, 質疑听我的呼吁, 求你留心听我者, 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, 愿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, 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, 你已经试验我的心, 你在夜间监察我, 你在熬练我, 却找不着什么, 我立志叫我口中活有过失, 论到人的行为, 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, 自己紧守, 不行强步的人的道路, 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, 我的双脚未曾滑跌。 诗篇第十七篇, 是一篇的哀求诗, 但我们无法确定得到, 写作的背景, 或者被迫害的细节, 可能是被诬告, 诗人大卫自己自辩的无辜, 在第四、第五节他讲到, 因为他一直以来, 都是按常帝的吩咐行事为, 在五节圣经, 我们分开两段去看, 第一到第二节, 诗人指出上帝的公义, 所以他需要寻求上帝公正的判断, 而第二段就是第三到第五节, 就是诗人陈述自己行为的状态, 表明自己是无辜的, 第一段落, 第一到第二节, 有三个词语出现在, 就是求你听, 侧耳听, 留心听, 诗人向上帝祈求的内容, 正正就是他的言语和行为, 他求上帝听闻公义, 眼睛观看公正, 而他的言语和行为, 就是无过失, 并且他是行在上帝的道路里面, 我们可以从诗人的祈求和自己的描述来看到, 诗人可能真的被人无告, 他求上帝主持公平, 求上帝帮助他, 他不怕上帝察看和检查他的行为, 在这里, 诗人说要我说, 你听闻公义, 质耳听我的呼吁, 公义和呼吁就是平衡的说法, 公义就是指出, 诗人向上帝表明, 他自己是清白的, 他要申诉, 这里有三个, 刚才我说过的, 三个听, 求你听, 质耳听, 留心听, 表达出诗人, 他跟上帝的祈求, 他一直求上帝, 好像没什么结果那样, 可以说是叫天, 天不易, 好像上帝掩面不寒一样, 你有没有在这里经历, 你的祈祷, 有时得不到上帝的反应, 踏稳呢? 你有没有继续祈祷, 求上帝听, 质耳听, 留心听, 在这种处境上面, 上帝不是掩面不看顾, 因为大卫很清楚, 他遭遇的每一件事情, 不是他自己救由自取的报应, 他深感他的冤枉, 他深深感觉自己很委屈, 在这种心灵的煎熬里面, 他可以对谁说? 他唯一可以的就是对公义的上帝说, 因为上帝知晓一切, 大卫在诗篇103篇第六节, 他自己有这样说, 他说, 施行公义, 为一切受恶的人, 申冤, 他有这个信念, 他希望上帝帮助他, 去寻求上帝公正的判断, 接下来他有句话, 求你留心听我, 这不出于鬼诈嘴唇的祈祷, 大卫在这里说得很清楚, 他说他不是鬼诈嘴唇的祈祷, 他是真心的呼喊上帝, 求上帝, 求上帝帮助他, 在我们的祷告当中, 我们是否有呼喊上帝, 呼求上帝, 恳求上帝, 我们有没有一种陈词逼切的祈祷, 或者只是一个循例式, 哎哟, 吃饭骑下肚啦, 睡觉前骑下肚啦, 读圣经的时候骑下肚啦, 因为以赛亚书怎么说, 以赛亚书29章13节, 经文这么说, 主说, 因为这百姓亲近我, 用嘴唇尊敬我, 心却远离我, 这里讲得很清楚, 大卫的祈祷, 不是好像其他人祈祷, 他说他是真心的, 没有诡诈, 没有虚似的, 上帝正正就是喜悦一种的祈祷, 而那些用嘴唇尊敬上帝, 心却远离祈祷, 是上帝所言胡, 其实我们今天都一样, 我们当我们聊电话, 跟朋友, 亲人说话的时候, 最重要的, 不是你回应对方的说话, 彼此有沟通, 而是你的心, 究竟是不是在那里, 可能你的手拿着电话, 心根本就不在电话的对话当中, 你也不要细心的聆听对方跟你分享的事情, 正正的缘故, 以错下书提醒我们, 百姓亲近上帝, 用嘴唇尊敬上帝, 心却远离上帝, 到第二节, 诗人又说, 愿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, 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, 请你看下上帝, 公正在哪里, 公正就是我, 请你听下上帝, 公义在哪里, 公义就是我, 因为, 在人世间, 我实在求告无门, 我除了上帝之外, 我还可以对谁说, 我还可以求谁有公义公平, 所以, 大卫继续说, 他说, 愿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, 判语的意思就是, 我自己帮自己辩护, 我感觉委屈, 我为自己伸冤, 希望上帝你听我的呼求, 为我做出裁决, 私人相信, 大卫都相信, 他的判语达到上帝的面前, 当上帝观看公义的时候, 他就会得着公义的判断, 一个人面对屈辱, 被人陷害, 心中憂悶, 心中不平, 气愤的时候, 我们真是很生气的, 不过, 让我们要先冷静一下, 我们先作我自我检讨, 自己批评一下自己, 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有做过这些事情, 中言那件事情我没有做过, 但会不会在一些言语上面, 有些行为上面, 我们使得别人误会我们, 但我们需要自我检察, 自我检讨, 大卫做完这一切, 他觉得他没有, 我是被人陷害, 上帝也求你为我伸张公义, 第二段是第三到第五节, 经文这样记载, 你已经试验我的心, 你在夜间监察我, 你熬煉我, 却找不着什么, 我纳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, 上帝尚想在那里熬煉人, 试验我们, 帮助我们, 让我们在生活的艰难, 在我们能够面对的处境当中, 帮助我们, 越煉越正, 越来越正直, 使得我们, 诗篇139篇, 一道三召记载, 越会说, 你已经监察我, 认识我, 我做下, 我起来, 你都晓得,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, 我行路, 我躺我, 你都试察, 你也深知, 我一切所行的, 二道十七篇, 大卫提到, 他说, 你在夜间监察我, 夜晚, 黑咪咪的时候, 其实很多时候, 是我们个人, 可以晚上自己, 醒察自己的时候, 在这个时候, 我们单独的面对上帝, 上帝你来到, 你看到我, 你知道我, 你磨练我, 你熬练我, 你练我, 越来越纯洁, 这里的经文, 就好像, 以采加利亚书十三章九节所说, 熬练他们, 如熬练银子, 试练他们, 如试练金子, 大卫讲到这里, 上帝你试验我, 监察我的时候, 我想, 我们今天很可能, 都不太觉察, 因为我们今天, 很少用银器的应该, 我估计我们家用银器都不多, 有一个报道说, 银器是西藏有的独产, 很特别的产业, 所以, 有一次一个外国记者, 就去到银像那里, 看下他怎样去练银, 销炼银, 但是, 记者就说, 他见到银像一直坐在那个炉边, 很猛火的, 温度很高的地方, 那这个记者就问, 他说银像银像啊, 你是不是从来都不离开, 他说, 在我练银的过程当中, 我是不可以离开, 我必须捉紧那些银, 在火炉里面, 最猛火的地方, 来熬煉那些银, 使到它里面的杂质能够除去, 那记者就问, 你一直用眼睛去看着他, 银像说, 是呀, 我一直要看着他, 我不可以有分神的地方, 就算现在我跟你说话, 我的眼睛都是看着他, 那么, 那个记者就说, 你一直看着他, 究竟他什么时候, 才是熬煉完了, 那银像就说, 哦, 很容易的, 当我看着这银子的时候, 一直看, 看到, 我自己的样子, 在这个银那里出现的时候, 这个时候, 就是最纯洁的时候, 是我成功的时候, 我要拿它出来的时候,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,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, 我们感觉自己在水深火热的环境当中, 我们面对痛苦, 迫白, 挫折, 伤心, 接种以来有很多好弱我们, 但请我们不要忘记, 上帝与我们同在, 在每一个过程当中, 上帝就好像银像一样, 用眼睛看着我们, 希望我们能够练成一个好的银器, 照耀出上帝的形状, 所以, 私人大会跟着就说, 我立即叫我口中没有过失, 他非常愿意去追求, 在话语上面的纯洁, 其实, 人很多时候都是嘴唇, 说错话得罪人的, 在这个情况下, 诗人大会说, 诗人大会说得很清楚, 你找不到我有些什么, 在这个让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, 提醒我们, 我们的生命可以更进一步, 就是谨慎我们的言语, 然后我们专注是上帝的话语, 第四节, 轮道人的行为, 我借着你的嘴唇的言语, 自己紧守, 不行强暴人的道路, 当口中没有过失的时候, 是出于心中的良善, 口中就没有过失, 有时我们很容易, 很容易, 第五节又说, 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, 我的两脚未曾滑跌, 一个人纳志, 他要行在上帝的话语当中, 荣耀上帝的话, 他不要滑跌, 他要行在上帝的华语当中, 几日之前晚上, 我去油站加油, 当我去到油站加油的时候, 我就发觉, 油站收钱的地方, 就是油站里面有个地方是收钱, 或者有些物品, 有些饼干, 汽水, 有东西卖的地方, 我发觉门口有两个人在, 很大声说话, 但是离很远, 我是听不到, 我是见到一个像白人, 有一个是年轻人, 我就继续加油,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说了几句说话, 很大声的, 我加油后, 我都要进去那里, 因为那个加油站不可以在外面付钱, 一定要进去付钱, 当我要准备进去的时候, 我就发现, 因为刚才, 有两个人在那里, 很大声说话, 骑车是一个年轻人, 他没有戴口罩, 他就走回汽车里, 因为他进不到, 他给钱, 在那个时候, 另外一个车, 就在他对面的, 就开车门, 和这个年轻人说, 他说, 我给你一个口罩, 这个年轻人说, 不用了, 我戴不了口罩, 我很辛苦的, 跟着这个年轻人就说, 不如这样吧先生, 你借30元给我吧, 我用e-transfer给你吧, 我听到他的对话, 但这个先生没有答应他, 他说你不要口罩就算了, 当然他是用英文交谈, 我就进去给钱, 他给钱的时候, 我就问那个收钱的人, 我说, 刚才那位男士, 为什么外面这么大声说话, 是有什么事情, 油站位告诉我, 他进了油, 他没给钱, 他又不能走, 他又没有口罩, 我们又不让他进来, 因为给钱的地方属于室内, 是一定要戴口罩, 那这个男士, 年轻人就很无奈在外面, 在车上, 我不知道要等些什么, 我问完这个收银员之后, 我就很肯定知道,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, 原来因为, 他想进去给钱, 不过没有口罩, 其他人不让他进去, 包括收银员都不让他进去, 所以我就走到他的汽车上面, 我就问我先生,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, 他就跟我说回那个故事, 但我都觉得困难, 我帮你, 我给你30元, 然后你怎么给钱呢, 你都不能进去给钱的嘛, 因为不让他进去嘛, 那我就告诉他, 就算我借30元给你, 你e-transfer给我, 你都没办法的哦, 哦, 他说是哦, 不行的哦, 我说, 我就问他, 我说你有没有信用卡的? 他说有啊, 我说, 我帮你去交啦, 那他就给了信用卡我, 我就给他拿进去游站, 大家知道信用卡, 现在是放进去, 那就付到钱的嘛, 接着你买一张收据拿出去, 我就给他, 他很开心的年轻人, 他告诉我, 他说, 好多谢你, 好多谢你, 他说你帮助我这个大碗, 哦, 他说我说, 我很乐意这样做, 因为耶稣爱你, 我只是简简讲他说法, 表达我愿意帮助他, 是因为耶稣爱我, 和我爱你, 在这儿第二段的第三到第五节, 诗篇十七篇, 诗人用了很多的笔脈, 去形容不同的角度, 去形容他自己的行为, 表明自己是无辜, 但是呢, 他表明的一切, 他说自己是无辜, 他不是说自己是无罪的, 是不是? 以辜的徐从石, 牧师曾经在一本书里面写到, 他说无辜和无罪是不同的, 他说无罪是指一个人, 结白无瑕, 全然公义, 无辜就是以事论事, 表明他在某一件事情上, 问心无愧, 我们千万不要弄错, 千万不要误会, 大卫在这里指明他自己是无辜, 而不是指明自己是无罪, 所以我们需要立志, 好像诗篇所说, 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, 一个人愿意在言语方面有好的态度, 代表着他的质素和修养, 雅各书讲到第二, 三章二节,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, 他就是完全人, 也能纳住自己的全身, 所以大卫讲到这一道, 他不是无罪, 在某一件事情上他无罪, 他已经被人冤枉他, 其实在这里说到毫无过失, 消极的来说, 就是我们不讲大话, 积极来说, 我们就是要说话, 和我们的思想一致, 按着上帝的教导, 造就人, 帮助人, 一个行为良好的人, 被人无告, 真是无辜, 诗人知道, 他说他需要自己紧守, 而紧守, 大前提是什么? 就是借着神的话语, 正如诗篇119篇第11节所说,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, 免得我得罪你, 诗人愿意这样做, 他说我不行强暴人的道路, 他面对敌人的威逼, 行事为人, 他是谨慎, 小心翼翼, 如理搏兵, 他相信, 只要他远离强暴人的道路, 就能够踏定在上帝的道路当中, 他的脚就不会滑跌, 最后, 这段圣经给我想起, 诗篇第一篇所讲到的头三节经文, 不从恶人的计划, 不暂罪人的道路, 不助涉万人的座位, 为喜爱业无华的律法, 就夜思想, 这人便是有福, 他要像一伙树, 栽在溪水旁, 按时候结果指, 叶子也不苦干, 凡他所做的, 尽都顺庭, 诗篇第一篇要讲到, 思想, 言语, 行为, 这三样东西几乎都是一个人, 全部人生的活动, 诗人在这里, 问心无愧, 所以他说他是无辜, 求上帝显公义, 向上帝倾诉, 他冤屈的真相, 求上帝为他主持公义, 当我们遇见这些不幸的事情, 不愉快的时候, 让我们来向上帝祷告, 求上帝为我们判断公义, 我们同心祈祷, 正爱天父, 求你帮助我们, 藉着诗篇第十七篇, 诗人大卫的经历, 求你提醒我们今天, 需要依靠你, 求你帮助我们, 以至到我们的生命, 蒙你越难, 蒙你喜悦, 求你帮助我们众人, 让我们每一个在疫情期间, 我们都能够多思想你的说话, 活出你自己话语的真正的意义, 荣耀你的生命, 我们献上感恩, 奉耶稣的名祝告, 阿们。